如同王部长过去所宣称的 台积电有把关键的制程留在台湾的话 在台湾地缘政治上面 对于台湾的稳定发展 的确会唤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但是前几位委员也有问到的 我看到日本东京电视台的独家报道 他说台积电的资深副总接受专访时候 表示在雄本县除了新建中的工厂之外 还考虑在日本新设工厂 过去部长你说的台积电 最重要就是它的研发能力都是留在台湾 但是他们现在据媒体所 日本媒体所转述的 它除了要盖新的厂房以外 也有可能在日本大阪设立半导体设计中心 这是不是属于研发的部分 我的理解它跟日本的企业有合作 因为有一些技术是日本才有的技术 所以它在那边去设计的研发 特别是比如说我的理解是IC的封装 那这个是也跟日本的强项结合 那这个其实是让研发的技术做得更好 它不是只是台湾的技术 我知道 但是我们过去认为台湾拥有台积电的系顿的原因 是因为所有关键的制程都留在台湾 但是如果现在台积电也一步一步的把研发设计 跟日本在地的厂商共同结合的时候 未来我们台湾所赖以 我们所赖以要用台积电的系顿 来维持我们的和平稳定的时候 请问这样子的系顿还存在吗 不过做国际合作的研发 其实这是好事 这个反而是让台湾可以更强大 这个跟技术的外流是两件事是不同的 但是但是部长 我还是回到原点就是说 当初你告诉我们的是说台积电把它的研发 跟设计就是说先建的技术 不管是两奈米一奈米也好留在台湾 可是你说我也有问过你一句 如果你说相关的这些供应链 其实目前都是在台湾的情况下 可是未来如果设计以及相关的供应链 都移到了日本或者是美国的情况 我们所谓的中上下游的整合 也许就会在日本跟美国形成了是不是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先进的制程的这个研发 都一定是在台湾 那他现在在日本的这个合作呢 其实是增加 是增加原来台积电之外的 这样的一个多的合作 那多的合作一定会对台湾有所贡献 那我们怎么样子确保 确保台积电的先进的制程留在台湾 所以我们今天要修的这个产创条例 是不是台版的晶片法案 台积电的先进留在台湾 这个部分我们是很清楚的 那也这个跟产业界也都很了解 他现在的这个流程 包括研发的人力 就最先端的研发人力 还有一开始做制程的设计的这个研发人力 整个team都是在台湾 那甚至现在的这个两奈米 还有未来的甚至也在寻求突破的一奈米等等 这一些的team都是在台湾形成的这个供应链的互相合作 然后再去找出研发的成果 这个没有问题都是在台湾做的 部长其实我想要请教你的是 今天我们的国内的产业界 其实有不同的意见 到底我们要不要为了台积电的先进的制程留在台湾 我们把所有的产创条例都是为了台积电等相关的产业量身定造 那现在大家也想请问的是台积电他们的社会责任 他们的企业责任是什么 还是他们认为张忠谋特使 他认为他的夫人张淑芬女士在基金会的运作比我们政府有力 他比政府能够回馈地方 回馈台湾 两个部分 第一个他台积电的这个条文 不会只有台积电可以用 我们盘点了几个技术呢 其实有一些厂商也是可以用的 这是第一点 有什么厂商可以用 有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个系统封装 或者是3C的封装 那这个的封装呢 在国际上其实都是一个台湾算是比较先进的 所以这个部分如果符合我们这个相关的门槛 也是可以来试用的 那另外比如说下世代的半导体 这个氮化钾或者是碳化系 这个部分也是在国际上很先端的 那如果国内的厂商做这样的研发的支出符合这个要件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我们目前想到的一些案例 确实也都是具有国际供应内的重要角色 第一个 那第二个如果就这个相关的ESG的部分 那这些厂商在做的部分 确实都有算是很高的标准在执行 我希望部长我们今天要通过这个产创条例 我觉得说即便它是台版的晶片法案 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关键的制程留在台湾 然后没有办法创造未来下一个世代 台湾的经济成长的这个关键的研发的技术 以及其他相关的就是中下游的整合等等 那这样子其实是对于未来台湾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影响 我觉得经济部一定要审慎的评估 能确保未来台湾经济发展能借由这个法案再创一次经济的那个起点 经常这晚上啦睡不着觉啦 您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氨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您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